华步服务中心45周年筹款晚会及无声义卖将于9月9日晚在洛杉矶市Weston Boone Adventure Hotel 举行 华裔钢琴家陈瑞斌将现场演奏,邀请民众共襄胜举 华步服务中心执行长吴敬群表示,该中心每年举办一次年度筹款晚宴 所有晚宴收益将回馈社区民众,用在讲座、免费身体检查等各方面 今年筹款目标是40万美元,希望民众鼎力支持,让社区服务继续发扬光大 每一年都我们很多这个社区的人是来帮忙,来支持,来参加 有时候不来参加,也是赚款给我们 所以希望大家今年筹时候来帮忙,来支持我们的这个中心 华步服务中心创办于1971年,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组织 致力为南加州新移民及社区提供优质服务 华步服务中心有不同部门,包括社会服务部、心理辅导部、家庭健康诊所、牙科诊所、小型商业辅助计划、青少年服务、就业指导计划等 更有免质咨询、健康奖座、培训等服务 华步服务中心45周年筹款网会查询 电话213-808-1760,Brenda,郑小姐,或电邮khnatcsla.org Asian Media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